民眾來到果菜攤 挑了兩顆高麗菜 準備結帳走人 但奇怪 老闆呢 他老闆不在裡面 就自己繳背 對啊對啊 為什麼 就自己放啊 下面這果菜攤 竟然沒人顧 滿滿一攤水果蔬菜 上頭筑記標價 就這樣放在路邊 一旁寫著斗大的良心攤 要民眾自放自取 甚至連放零錢 鈔票的罐子 都直接擺在攤位上 難道不怕遭小偷嗎 我不會 我們這邊的路客 真的讚了 他偶爾也要放這樣 嚇你給人拿的 他都會拿著酒頭 菜也拿著 不然你在休息的時候 沒想到老闆娘先生說法 一點也不擔心 這家良心果菜攤 位於嘉義中埔頂中公路上 不但24小時營業 而且從去年8月營運到現在 完全沒調過東西 要帶先生去看醫生 要常跑醫院方面 很少才比較沒有控告 是感恩的 這旁邊謝謝 為了照顧家人 實在沒空擺攤 老闆娘只好擺出良心果菜攤 沒想到卻意外成功 也讓老闆娘非常感動 大讚客人 真的很有良心 記者胡國文嘉義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 現在女性練習